近日 知名女艺人观影在接受采访时 首次公开了自家豪宅的内景 毕竟是被誉为第一名媛的娱乐圈女明星 观影的家属时是有些豪华到超出大家想象的程度 一进入观影家的大门 看起来就仿佛是进入了富豪真人秀的直播现场 整个环境都是高级且精致 满满的设计感看起来和高级酒店无异 但是一走进观影家客厅之后 又会被他家客厅范围的大小 以及他家窗外的风景给惊艳到 就连经常出入富豪家中进行拍摄的采访者 在看到了观影家客厅的全貌之后 都在现场表示震撼 大家最关心的自然就是观影的衣帽间 平时喜欢在社交平台上晒出各种奢侈品的他 家中的藏品自然是少不了了 别人都是用一个衣橱或者鞋柜 来摆放自己的衣帽 但是观影却用了一个巨大的房间 来供自己日常梳妆打扮做造型 光是鞋子就足足摆满了两面墙壁 他的衣服和包包则是同样占据了 超大化妆间的另一个角落 尤其是角落里满满一墙的奢侈品包包 格外吸引大家的注意力 在和博主的讲解介绍中 观影随手就拿出了自己几个 已经绝版买不到的藏品级包包出来展示 价格破百万的包包就这么随意塞在角落里 这轻松随意的气质属实很土豪 大家认识观影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天国的嫁衣 观影在剧中虽然只是女配角 但凭借着绝佳的气质和大气精美的长相 成为了台湾偶像剧中最令人念念不忘的女二号 观影的爷爷是曾经的台湾首富 爸爸是知名集团董事长 妈妈同样也是知名名媛 可以说观影从小就是含着金汤匙长大的富三代 进入娱乐圈发展对于他而言 纯属个人爱好和兴趣所在而已 并不是真正为了谋生 在事业刚刚发展起来时 观影在荧幕上活跃度非常高 不论是音乐圈还是影视圈 甚至是综艺节目里 大家都能经常看到观影的影子 但如今在结婚生子之后 观影接连生下了三个孩子 所以他的生活重心逐渐慢慢转移到了家庭里 如今的他并没有太多生活压力 只是偶尔兴致来了 会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名媛生活的小细节 他的生活属实梦幻 表面上看 观影似乎这些年趋向低调 不及孙云玉那么抢风头 实际上观影看似低调 实则高调 他的形式作风在名媛中来说 既有特立独行的一面 也有撕不掉的名媛风格 在2013年已经结婚的观影 如今已经是二子一女的母亲 而作为母亲 观影在对孩子的养育上来说 绝对是富养的姿态 且是极度富养 尤其是对现年五岁的女儿 因为是独女 所以她不只是从女儿小时候 就当作公主来养 更是以各种行头往女儿身上堆 随随便便一身的行头 都过了五位数 日前她晒女儿照片 感叹时光荏苒 结果焦点都跑到了女儿的信头上 五岁的女儿打扮贵气 年纪轻轻 就已经是一副小贵妇的姿态 观影在名媛圈内的名气 其实一直都响当当 在台湾的三大名媛帮派中 观影的出身 以及家族的来头 算是最大最响亮的 观影的父亲陈国和 是日盛金控的董事长 日盛帮的得名因此而来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观影的母亲蔡淑媛 其实才是大有来头 她的家族是台湾数一数二的豪门家族 林园集团创办人蔡万春 就是蔡淑媛的父亲 只不过蔡淑媛是二房所出 观影全家福 即便不说观影家族史 从她能够以父亲的产业 日盛集团得名 自称一个名媛帮派 就可践踏的地位 不过观影还真是一个 很奇特的名媛 首先 她是台湾三大名媛帮派中 唯一一位完全涉足娱乐圈的名媛 别看她出身极好 但是她非常不喜欢自己被称为名媛 而涉足娱乐圈 一直都是很多名媛所不屑的 因为身份与职业格格不入 不过观影丝毫不介意 1994年 她就已经为郭富城拍过MV 成为女主角 千禧年后 干脆投申请娱乐圈 又是拍电影 又是拍戏 还出书 字字发行唱片 总之 娱乐圈的各行各业 都有她的身影 发展得不亦乐乎 这还不算 观影还是台湾三大名媛帮派中 首位谈恋爱 结婚 不讲求门当户队的一位 如今她的丈夫朱志威 身份是林子祥的妓子 是金融财讯出身 家庭条件算得上是中产 但是比起观影的家族 差距还真不是一般大 偏偏观影就非常喜欢她 反倒是对门当户队的富家公子毫无兴趣 这无不彰显出她特立独行的一面 观影与朱志威在2013年结婚的时候 没有举办大排场的婚礼 作为名媛婚礼 没有大排场 不显得隆重 这还挺反常的 但是观影就是喜欢反常 她倒是直言不讳 希望为男方家省钱 表达坦率直接 而在婚后 观影与朱志威感情融洽 两人身后生下了一女二子 如今大女儿五岁 儿子与小儿子分别三岁与两岁 一家五口幸福不已 2013年结婚后 观影就渐渐淡出了 论以名头 曝光率明显不如后来居上的威风榜 但是实则上 在个人作风上 观影一点都不熟人 这些都体现在她对三个子女的养育上 观影是名媛出身 尽管自己并不喜欢被贴上名媛的标签 但在个人作风上还显得有点与众不同 但是对子女的养育完完全全是富养 在这一方面她真的就是一展名媛的本色 观影对现年五岁的女儿CC是格外宠爱 在今天来看也或许是只有一个女儿的关系 所以在以公主般的养育方式上 又进一步对女儿CC做以复养 所以女儿小时候 就已经被当成巴比娃娃一样 被观影往身上添置各种行头 基本上不是一线品牌不上身 从爱马仕到香奈尔 再到鲍格丽 蒂夫妮 这也就不意外 这位小公主每一次登场 全身上下的行头几乎都是过万的 虽然不知道这位小公主 乐不乐意被观影这般装扮 但是这些年在观影的操作下 母女范儿已经形成 只要是有观影的各种社交场合 就一定会有女儿在旁 母女总是以母女装的造型式人 CC小小年纪就一身珠光宝气 且这个势头有增无减 久而久之 CC也变得越来越早熟 日前观影又在社交平台上 晒出千斤的照片 照片中观影的女儿 分别戴上了宝格丽 与Tiffany出品的手链 这两条手链就已经1.6万元 观影会晒出女儿所戴的 这两条手链是因为 这是品牌方在CC出生那一年 所赠予的 观影本来就无意炫富 只是想感慨 时光荏苒 女儿转眼就五岁了 但是大家的焦点 都在女儿的行头与打扮上 除了手上的两条手链 CC的打扮颇为成熟 身着一身大花的连衣裙 加上十个手指都涂上了彩虹色的指甲油 就举止 姿势而言 还真是有一种小贵妇的气质 现年44岁的观影 富养女儿 早就是圈内外皆知之事 其实也有不少人持有反对意见 认为小孩子还是提倡朴素 否则从小就将个人价值观扭曲 影响发展 对此观影既不反驳 也不接纳 继续我心我素 只能说每个家庭 都有每个家庭的教育方式 成长模式 其实观影从小也是被富养到大 他不认为自己的童年经历 令今天的人生观 价值观扭曲 自然也就不会认为 富养子女是一件坏事 众所周知 观影是名副其实的富家千金 外公是台湾首富 父亲也是金融界赫赫有名的富商 他素有台湾第一名媛的称号 然而观影的老公朱志威 却并非出身显赫的豪门公子 朱志威名校毕业 非常有才华 现任某公司的策划统筹 和观影比起来 他也就是个打工人了 朱志威曾在受访时被问到 如何获得富家女 观影的青睐 他真诚表示 就很喜欢他 喜欢他所有东西 现在二人结婚七年 并育有二儿一女 朱志威依旧非常疼爱老婆